今天有小幫手了 哈囉 我是小幫手 我要打一下我的幸福 打 快打 9月10號 我們要出幸福了 可以在博客欄或是參加幸福旁 買得到 廣告費的發表會寄到府上 手機150可以嗎 150 在我這邊打廣告150 有情假批 愛情假如何 愛情假 愛情假 知道意思了吧 潛規則知道 真的 晚上叔叔教你什麼叫潛規則 好不好 小女孩出社會 不會潛規則 怎麼出來跟人家混 你講的喔 我沒有講喔 大家好 小獅又來了 有沒有看到這台車 上次在小愛之後 就很多觀眾朋友 私訊在問這台車子 那本來就有預計要錄影的 沒想到 因為賭書了 所以它早一步曝光了 這台車是2003年的 雷克薩斯的 SC430 不要再跟我講說 蔡依林有開過了 好不好 蔡依林那還是藍色的 而且喔 人家換車 不知道已經換到哪裡去了 不知道到現在已經換幾台車去了 但是今天 你不用有蔡依林的實力 你就可以買得起它 晚一點我們再來跟大家講 用多便宜的價格 可以買到這台車 我保證 當我講完我這台車的價格之後 我一定會被追殺 這個SC430喔 它是4293cc 擁有300匹的馬力 跟45公斤米的扭力 0到100的加速成績是5.9秒 1991年的時候 開始就有這個SC300 SC400 那當時的這個SC系列用的是 牛魔王Supra的底盤 那之後呢 到了這一代以後 把它改成了這個 2加2的這個敞篷 硬頂敞篷的一個款式 當時新車的價格 是320萬左右 300多萬的價格 一台硬頂敞篷 以前的我們連想都不敢想 現在我們有機會 因為小四買到了一台很便宜的 SC430 這一台車我跟你講 我真的是去撿回來 因為聽到這個價錢不買 也乾口 人也乾口 會睡不著覺 好接下來我們就快點 帶大家去看一下 這台車有什麼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這台車有什麼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實行多少 你剛剛有廣告 廣告下下而已 好2003年的SC430 我們可以看到 當初300多萬的車 這個所有你看得到的這個皮革 都是一個叫德國大廠 Better 博德 是這個德國大廠的一個真皮的座椅 那當然他也用了大量這個木石的紋路 我們看一下這個後座 基本上喔 前面這個座位是我開車的位置 應該是沒有辦法載的 載隻小狗 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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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算 我以後面還有一個Lasers的標誌 你知道這座位有誰看嗎 誰 外面的人 你看 因為你開棚嘛 對不對 不過我覺得喔 像這種2加2的車子 它的這個位置還是比這個 單純兩個座位的好多了 因為至少喔 你還可以放個包包 放置小狗 你去購物啊 買菜啊 還可以放個幾袋東西 那像一些什麼 MX5啊 SLK啊 這種純兩個座位的 你真的車上喔 你想要連放一個自己的包包都沒有辦法 你如果看一家LV沒底放 那間很落差 還是要放在地板上 這樣也不太是辦法 放個東西都要放後車箱 或是放前面 麻煩 所以我覺得2加2還是有它一定的這個方便的地方 那這邊還有一個蠻貼心的設計 其實這個東西是應該是在鎖這個 安全帶 我之前啊 常常在講 安全帶 做開雙門的車 最麻煩就是安全帶 就放在夜晚 好不好 有沒有 手會折到 有沒有 欸 這個把安全帶鎖到這個 扣到這個地方就蠻貼心的 那第二個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因為你有時候這邊 不好拿東西 它雖然有這個八項電動椅 可是它的椅背 就做快速傾倒 這樣你要拿東西就會比較快速 這個 Mark Levinson的音響喔 我們常也在講 在一些 比較頂級的 Lasus的車系上面 就會搭配這個 Mark Levinson的這個音響 當然在這台車上面一定也要有 電摺的後照鏡這邊供 有沒有 裝逼用的 自動的這個方向盤 這台車的里程喔 現在表上面是八萬五千多公里 可是喔 我覺得不準 為什麼 你原廠 原廠有個資法的問題 里程數也被洗到不知道哪裡去 但是我就單純看它整個內裝的質感 我覺得這八萬五千多公里是不準的 我覺得它所有的這個 例如說這個門板阿 這個座椅的 皺的程度阿 跟這個方向盤的這個握把 這應該也換過一次 你看這個 這個地方這種 看起來就是從編過 有沒有 這個接合處 這個看起來不是原廠的做工 這個方向盤一定從編過 我從它這一些狀況裡面阿 我 在 還有我開起來的狀況 我覺得 八萬多是 百分之一百是不準的 在二手車裡面 有出現一個問題就是 所謂的 里程準或不準 是因為你無法舉證 他說我里程保證 不是因為它一定是準的 可是它 你沒有辦法 很簡單 你說我台人對吧 好阿 那你要拿證據說我殺人 不然 我就是沒有殺人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 不管這個車 第一個價格便宜 所以我們買它 那我覺得它的里程 就算 給你一倍十六萬 十六萬我覺得 還有可能 不過這個車的 整個保持的狀況 如果以十六萬的里程來說的話 我覺得 還算保持的不錯 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預估 它是十多萬公里好了 因為我真的 我也試過去查 查不到 有沒有看到這邊 有個Lazos的木頭標誌 這裡有個按鈕 按下去 欸 有沒有 按一下 欸 有沒有 電動 電動的 其實講的 不是卡榫 好不好 那種卡榫 垃圈 那通常敞篷車 它有一個設計蠻有趣的 就是它這裡其實都會設計一個鎖頭 敞篷車通常那邊為什麼要設計鎖頭呢 因為外國人是很 freestyle 好不好 它有可能 篷不關它就熄火 像如果我開敞篷車回家 停在地下室 我也都是縫開著 鎖門 感覺一種 車子跟大自然結合的感覺 有沒有 很通風很透氣的感覺 不會悶在那邊 而且啊 還跟鄰居講 有沒有 我的就是敞篷車 就是開敞篷車 就是要讓人家知道 我就讓篷打開 停在地下室 好不好 所以要防止東西被幹 那邊就要做一個鑰匙 那通常手套箱喔 你看 這邊也有鑰匙孔 好 所以這邊也會有一個鎖頭 就是要讓你 停好車 不用關棚 就可以把它鎖起來 裡面可以放一些 小東西 請去小用品 還可以帶回家 就是要放在車上 以備不時之需 好不好 好啦 基本上喔 內裝除了這些 我們之前都介紹過 跟LS460那些 雷克薩斯的東西 都很相近 都有的東西以外 我覺得這台車 我的重點要跟大家講它的引擎室 所以我們現在開引擎室 去看一下它的引擎室 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走 好啦打開引擎室啦 它有油壓頂桿 這台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玩的地方在哪裡呢 首先第一個 它這個膠喔 按下去你看 我的指甲都留著印記 這膠是軟膠 然後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都沒有膠 有沒有看到 都沒有膠 這一段都沒有膠 有沒有 這有綁過筋 這就是有板筋 然後你看這邊 裂開了 有沒有 這都板筋補足裂開了 有沒有 曾經這個車頭 這個角落齁 有被碰撞過 這邊都有板筋 這個地方曾經這一塊齁 有經過碰撞 然後 我們接下來看這裡面 有沒有看到這邊 很像橘皮有沒有 皺皺的 有沒有看到 哇 這裡立開 畫物 然後有沒有看到這裡面 這個漆 顏色很不自然 有沒有 正常的漆應該是這個顏色 有沒有 這原廠的漆的顏色 嗯 這邊是這樣 銀銀的 好像皺皺的 然後你看底下這邊 生鏽這邊皺皺的 有沒有 有沒有 那我們可以來看這邊比較一下 你看喔 剛剛一樣位置 多漂亮 有沒有 很平整 很平滑 漆也都跟這邊的漆顏色 都是一樣的 有沒有 這邊就沒有碰撞的 然後剛剛這邊皺皺 這邊都沒有 它貼紙還在 有沒有 所以呢 就是因為這邊的碰撞 讓小師有機會 用很便宜的價格 把這台車買回來爽 打算爽個半年一年 再把它賣掉 我跟你講 還不會虧太多錢 真的 好 所以這樣子 我要反映一件事情 車子其實 因為它16年了 大大小小的碰撞 一定都會有 那差別在於說 你能夠接受到什麼樣的程度 再來第二個 當這個車已經便宜到一個價位的時候 其實 小師常常在強調說 我們不賣世故車 不賣泡水車 對不對 不賣調表車 那好死不死這台車 我們這次收回來這台車 里程 我覺得也不準 雖然查不到 前面這邊 又有碰撞 對不對 好像已經符合兩樣了 那這個車該怎麼辦 該報廢了嗎 如果是我 我是捨不得報廢啦 那換一個角度來想 如果你是車主的話 你當初三百多萬的一台車子 因為這邊的碰撞修不冷 你也花錢修好了 然後這個車呢 也剩很便宜的價格了 那 你要把它包廢掉嗎 啊 如果你遇到我的話 我肯定是阻止你的 便宜賣給我 對不對 我回來 敞篷還能開 我也試過了 前幾天都台風 也沒有漏水 對不對 我還載小愛去買了麥當勞 欸 回來也沒有問題 溫度正常 冷氣正常 就是這個天花板 又是咪咪咪咪咪的意義 底盤有些咪咪咪咪的小意義 開起來引擎冷氣 變速箱 換檔都很正常 加速還很快 我們來看一下後車廂的狀況 好 好 好 那這個是舊式的這個Lacos的鑰匙 雷克莎是舊式的鑰匙 讓肥肥的一隻 有沒有 然後他這個 後車廂 後車廂按鈕常按 好 他就會開了 要常按 為什麼要一直按 一直常按 因為他怕也不想要按 就跳開了 所以要常按 好 打開有沒有看到我們的蓬 然後你看這支油壓頂桿也 沒力了 有沒有 後油壓頂桿要換 很鬆 很鬆 好 這邊有個遮板 這個遮板 如果你沒有拉出來的話 你的敞篷是不能打開的 因為 他用這個遮板 來預測說你後面有沒有載東西 小小的一個回風片 人家說擋風片也可以 好 這個後車廂的拉連 有沒有 你看他有一個這個皮帶 然後你這樣拉就可以把它收起來 他有設計一個這個磁扣有沒有 這是磁鐵 直接這樣扣 把那個拉連關起來 好OK 出發 你等一下 這個有沒有 扣回去 好 你看很貼心 有沒有 300多萬的車廂都很貼心 他 他的外型雖然沒有這個很誇張的這個大包啦 或是空地套件啊等等 但是他整個的造型 就是有非常有那種 1980年代的那種典雅素雅的一種氣質 好 那再加上這個敞篷的設計對不對 我們今天到山上來 把敞篷打開了 欸 打開 拍照軟體 有沒有 然後來自拍一下 敞篷車一定是要入鏡的好不好 欸這樣太遠了 我瞧一下 喔有沒有 欸這樣拍不到我嗎 比個手勢好不好 不要比這樣 不要比這樣好不好 專業 比個 欸 愛心手勢有沒有 過流行了 過流行現在流行什麼 不管啦 你這樣啊 喔 拍照 上傳 FB 打卡 我告訴你 保證喔 你打完卡 欸 講一下 留一個文青的句子 今天的天 逗點 好藍 有沒有 今天的雲 好白 打個卡 以前喔 那些女生 你私訊她 她都跟你說她要去洗澡 她要睡覺了 我告訴你 你這樣卡 敞篷車拍了 文青的句子 上傳上去 我跟你講 好久沒聯絡的女生 都來找你談心 馬上退追蹤 呵呵 好 今天又教大家一個裝逼小秘訣 我們去試車吧 走 那這個 車畢竟喔 2003到現在也 16年 那敞篷車 尤其這種硬頂的敞篷 硬頂的敞篷車 一定會有個通病 就是你過坑洞的時候啊 你還是可以 稍微的聽到這個 車頂喔 有那種 震動的聲音 我們之前試開那個 SLK的時候 也是一樣 口口口啊 敞篷車 硬頂敞篷車的一個好處 是關起來的時候 像雙門跑車 我個人是比較不喜歡軟篷 因為軟篷了 你就看起來 就車頂這樣黑黑的一塊布 那種 不知道 看起來我就 不會覺得很漂亮 開篷是很美 可是它蓋起來 上面一塊這樣黑黑的 底部 我覺得 怪怪的 那這個車喔 我們開起來就跟我們 其實喔我覺得 跟我們之前試的那個 引擎的部分 這種V8的引擎 跟那個 L1460那個引擎 基本上是係數同門 差300cc而已 而且這種 雙門的這種 尤其是這種敞篷車喔 它有一個設計 我覺得 一般車比較不一樣 其實雙門的敞篷車 大家都以為它車子會比較輕 敞篷車 它在這個車的底盤 做了很多 加強的結構 因為敞篷車它本身喔 少了 如果少了這個屋頂的結構啊 其實 車子偏軟 那車子太軟的話 就危險了 除了危險以外 改起來還不紮實 所以它在頂盤的地方 會加了很多的這個鋼糧 它只能從底盤去做 它沒有辦法從屋頂去加強 所以像其實這台車啊 1700多公斤 算是很重的一台車 那我現在看到這個 山路喔 蠻軟的 船一樣 真的很難 未看先猜 對不對 我還沒有看到以下的留言 因為影片還沒出來 我可以先猜得出 一定很多人喔 會說 我應該不買SLK啦 我還不如買一台Buster啦 不如買一台什麼 其他的 有的沒有的 車子喔 可是我要跟各位講喔 你如果拿SLK啦 拿Z3Z4來比這個車 Buster來比這個車 你就找錯對手了 這個車在國外的評比喔 它的對手都是什麼 CL S550啦 還是SL500啦 因為在國外的售價比起來 S7 430跟我剛剛講的那台車 其實價格是差不多 所以你如果拿一些那種 Z4啦 還是這個SLK這種車 來跟它比的話 就顯得有一點掉漆了 有些車齁 在你生下來的時候 你就注定跟它沒有緣分了 對啊 因為你投胎 人家說嘛 學會投資不如學會投胎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有可能你生下來的時候 你就注定 這些車跟你不緣了 但是 它掉到這個價格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有機會來 圓一下夢 它雖然這樣開 Kiko Kiko 對不對 可是其實沒關係 你知道為什麼沒關係嗎 因為外面的人 看起來還是覺得很悲哀 它不知道你裡面摳摳摳摳 其實非常之適合看待 它這種 小小的吸收 這樣子 對 然後就一直遭遇 一直遭遇 可是你等一下應該會 搖狗 是不是 我跟你講開敞篷車 就是會有那種 吸吸素素 吸吸素素 因為它的那個 接合的結構越多 越容易鬆動的聲音 越容易鬆動的那個 聲音就越多 摩擦聲音就越多 它就聽得很暴躁 它就很暴躁 它就很暴躁 有什麼壓起來 等一下就很想壓起來 不過這個車底盤 我是真的覺得 要加強 其實有很多開SC430的這個車友 他們都會去做一個 底盤的這個結構感的 公自量 結構感的一個加強 很像大家看的加強 那的確是可以 把這個底盤穩定度 增加很多 操控性也會增加很多 那你這些結構不夠的時候 你就空有這些大馬力 就沒效 2006年之前 它2006年之前 它是五速自排的一個版本 那06年小改款之後 當然這個前後 車頭車尾 稍微做一下更動之後 那它變速箱也改成這個 六速的變速箱 油門踩下去是真的會衝 我再踩一點點而已 沒有 它那個油門不是在加速的 它那個油門啊 有另外一個名稱 叫做引擎音量控制器 就是你踩越大力引擎越大聲 可是速度回軌的 那在控制引擎音量 它不是在加速 你搞錯了 它整個我現在還沒踩到低 我現在其實才加速到 我踩1 3分之1而已 它0到100的加速是5.9秒 前置引擎後輪驅動 所以一樣 雖然它跟我們的這個 歐洲車一樣 後輪驅動 從後面推著走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它這種 推著走的感覺 比較舒服 你知道 從後面被推 有分舒服跟不舒服 那它這個車 擁有這個 53比47的配重 接近 接近1比1的配重 強調這配重也沒什麼意義 依我剛剛在山路開起來的感覺 你整台車 跟一個牽掛一樣 一甩你難保 整塊千塊飛到山底下去 所以你也不要想開這個車 跟人家跑山路 因為這是一個 沒有意義的舉動 我覺得這種車 就是適合 差不多我這種年紀 其實更年輕也是買得起 你說60歲的年紀嗎 54 40 好不好 細張 了不起人家覺得50而已 誰說哪有60 60太誇張好不好 如果覺得我60歲 你馬上退訂沒有關係 我不會挽留你 我不會挽留你 沒什麼意義 我沒有交集 硬棚 硬棚 硬棚的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 它漏水的機率沒那麼高 依照我過往的經驗 接306的敞篷車 307的敞篷車 或者是這個 146 136的軟棚的 更早的MGF 等等這些軟棚車到了一定的年紀 這個敞篷都會有漏水的問題 它通常都會漏在這個A柱 跟敞篷頂的這個轉角的地方 真的是外面下大雨 裡面下小雨 所以那真的很糗啊 你如果載個女生出去 然後這邊再滴水滴在她腿上 然後那下雨天 真的很掉機 天氣好 開個篷出去是很浪漫的 如果真的好死不死給你下雨 這樣講 尾中戀吉 啊 也是齁 哎呀我的車子滴水 我怕這個車子變泡水車 這邊有個汽車旅館 不然我們先進去等雨小一點 再出門 那買軟棚的 比較好 有一對夫妻出去玩 然後老公車子就拋毛 然後在那邊弄半天就弄不好 那老婆就說老公沒關係嘛 你還記得我們第一天認識的時候 你的車也是拋毛 那我們那時候去汽車旅館 休息一個晚上隔天車就好 那現在我們也去汽車旅館休息一下 說不定它明天就好 然後老公說不行浪費錢 而且這次車是真的花的 呵呵呵呵呵 呃 我想這種天氣太熱 開風燈會很像 爛爛 空戰 而且喔 台北市的那個空氣這麼糟 你知道我那天 載小孩出去吸了多少廢氣 就塞車時間喔 公車那個排出來那個煙喔 我跟你講啦 那邊講說什麼叫淘汰老車啦 什麼環保啦 空汙啦 公車才是他媽空汙的那個手腦啦 那公車噴出來的煙你知道多誇張嗎 雖然公車是一個大眾運輸的系統 它一台車可以載比較多人 可是問題是它數量太多 雖然有那個驗車制度 不知道在驗什麼小朋友 噴出來煙整天都黑的你知道嗎 那我相信有很多在騎摩托車的人喔 跟在公車後面真的會出人命 恐怖 所以喔我覺得很奇怪 你就拿這些自用車開刀 叫你要報廢什麼 我跟你講像這種大車啊 工廠啊 那個才真正的那個空汙的亂 然後快車道直接要切到旁邊靠邊 然後載完客直接要切出來快車道 甚至還在路口有沒有 它離路口就沒多遠了 然後它靠邊對不對 載了人 直接要切出來要鎖轉 我跟你講 我不是在講公車資訊 它也是在吃人家的投入 我跟你講啦 這個社會就是這樣 你騎摩托車的時候 你賭然開公車的開自然車 你開車的時候 你賭然摩托車 賭然開公車的 你開公車的時候 你賭然摩托車 汽車還有行人 有沒有 這個車我覺得它有一個 當時還蠻不錯的配置 它的安全氣囊 會依照你這個撞直的力度 然後它會去控制氣囊膨脹的技術 也就是說你碰撞的力道 越小一點的話 不會衝得那麼遠 衝擊的力道越大 那個氣囊它衝氣就會越好 我覺得是一個還蠻 當時蠻特別的設計 你剛才看過它外面 你沒有看到它可以開蓬 對不對 慢慢開 坐起來輸出鼓鼓的 也算安靜 除了裡面稀稀輸出的聲音 如果把它雜音抓一抓 應該是會安靜很多 那你覺得這台車 大概多少錢 買價嗎 廢話 當然是賣戒 我們這個都是不常識的 買價跟賣價 我們基本上就都是一樣 差不多的 我們就大概中間只賺了 大概一倍 還是兩倍 呵呵呵呵 想賺錢啊 可以賺一倍兩倍 我還在那邊 拍影片 剪影片 它的外觀 它蠻漂亮的 它的整個手機感 不會說 不會覺得它是一個 導遊車 我覺得大概 應該在 25塊 欸 不愧是 中古車商的 女人 行情抓得還蠻準的 這車 其實你在市面上 一些什麼社團 有沒有 他們現在的社團 什麼俱樂部 有沒有 在買賣 應該都大概25到30萬 那當然會依照這個里程數 車況 等等的差異性 那基本上 二十幾萬 三十萬 25萬 30萬 那我都不管 也許他們車況 照顧得真的很好 但我覺得這個車一個重點 回來整理得乾乾淨淨 漂漂亮亮 能開有冷氣 棚子還能開 不要關不起來 那就掉漆了 對不對 打完卡 結果棚子關不起來 完蛋了 對不對 這個車 其實我為什麼說 價錢說出來 會被追殺 這個車我打算 如果我講出來 我後悔 我就把它剪掉 這個車我覺得 我想賣出來的價格 不到二手 那當然這裡面還有一個重點 二手車嘛 就是一個車況一個價格 那今天我們既然因為它這個 前面撞到啊 買十幾萬買便宜 因為它這個里程數 我覺得不準 我們買十幾萬買便宜 那我們就便宜賣就好了 那我覺得花個十幾萬 這個車回來 開個一年 給你全賠了 也是十幾萬 掉到一個 對啊 這個車 八萬 誰要賣你 你在路邊看到 有一個人開這個車 你去跟它講 先生八萬賣嗎 我跟你講你把人被打 你當我 我的SC430耶 那比八萬 我跟你講這種情形 再過三年都一樣 你不相信你再過三年 你在路上看到這個SC430 你去加坡 你先生十萬賣嗎 我保證還拿球棒下來 我的SC430耶 三百多萬新車耶 什麼十萬賣嗎 你對不對 敞篷敞篷耶 所以你覺得這車還會折家嗎 會 對啊 除非你車壞很爛耶 一般人家引擎開壞了 變速箱開壞 敞篷壞掉還好 敞篷它後面靠的是一個油壓的那個 油壓缸 那油壓缸壞掉外面都有人在修 其實不貴 一個油壓缸修個幾千塊而已 所以敞篷房它都是大問題 你如果是有定期在照顧 你是一個有在注意你的車子的人 這個車你要把它開壞 我只能說 你人品不錯 所以我的一個想法是這樣 如果今天 你的人生走到了一個地步 我現在我就存了一個三十萬四十萬 回來拉封個一年兩年 等到有一天 結了婚生的小孩 你也沒有機會開這種車了 那你現在存了三四十萬 你想要買一台車 你要去買什麼 SWIFT嗎 FIT嗎 給自己一次機會 花個一二十萬買一台這個就好了 留下這個二十萬的錢 慢慢整理繳稅金 我保證 這是你人生當中 很美好的一年兩年的回憶 帶著女朋友 出去海邊走走 對不對 看是要花生狗味的 還是露種狗味的 山上走走 踏踏青 開個棚跟女朋友一起照相 搞不好 我跟你講拍婚紗照 還可以跟自己的車一起照 你說小四 就是 我現在我的女朋友 只有我的右手而已 那你更要買這個車 買下去 開個一年兩年 你還交不到女朋友 我告訴你 我只能說你真的是問題 不在於車了 連敞篷車都幫不了你的時候 那你真的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 該喜歡男程 其實講真的 這個車開高速公路跟有趣 好快 那今天的這個 小愛的座駕 SC430的試車影片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啦 記得在影片下面 幫我們做留言 按喜歡 多多分享我們的影片 鼓勵我們做更多 好玩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那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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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t stop can't stop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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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they say they don't know It's like a paper cut It seems to grow until all that hurt Seems to feel like Oh You're down on your knees And over your head All the bad memories Play over a kid And heaven only knows I'll find it's really gone You're down on your knees Your heart on your sleeve And heaven only knows 問魚答時間是不是 問魚答時間 有人問說像上一天啊 小吃抱這個娃娃 老伯有什麼感受嗎 擔心你了 對阿 這是問你又問我 老伯有什麼感受嗎 因為這娃娃是我買的時候 跟他有點感情 太好奇 小吃有機會拍 納字傑二手車的試車影片嗎 因為我不賣 納字傑的車 所以我也不會拍 納字傑的車 有人說 斯董打假球 放水故意請客的來 我只能跟這位網友說 你真的專業 我真的是放水 我就是想帶小孩去買麥當 是嗎 可是那天我開始戰鬥耶 KOP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為什麼大部分的車 會有PO在8891 請問小吃娘娘 為什麼後面我叫娘娘 沒有 因為 因為 來不及PO就賣掉了 覺得很單純 我們來不及PO就賣掉了 好 然後你能放的東西 空間就這樣而已 這個載一具屍體都載不下去 靠腰 可以 屍體要 捲曲 好 伏計一樣在那邊研究 怎麼載屍體這樣 對 那幫我拚拚拚拚 好 真的假的 應該關不起來 會壓到人 真的啦 關不起來 我看看 你投下去 我看 唉唷 很可怕嗎 嗯 這可以 還可以 好 所以事實證明 身體這樣捲曲一下 把屍體位置喬一下 應該就載著下一具屍體 好